記得按讚訂閱 那開啟小鈴鐺喔 晚安 大家好 我是露奈 歡迎回到本週的蠟雞包包特別篇 這次要來跟大家聊聊近代鋼彈設計的三巨頭 大和園邦男 腳步罩以及海老川堅舞 他們的紳士風格還有他們設計的那些鋼譜拉機體 首先跟大家說露奈以前是念服裝設計的 所以我在看待機械設計的時候 會用比較不一樣的眼光去解析 那機械設計是什麼呢 這個工作主要是負責設計動畫裡的 機器人 戰艦 戰鬥機以及槍械等等的虛構機械 早期都是由動畫美術設計兼人 那現在已經是一個獨立出來的職業囉 好 進入到我們的第一位機械設計師 海老川堅舞 海老川堅舞老師出生於1973年 也是這三巨頭裡面最年輕的 早期的有名作品呢 可以追溯到2001年的驚爆危機 那最為人知的呢 就是鋼彈DoubleO系列了 看看這個能天使 有別於以往的方正線條 海老川堅舞老師更擅長使用一些 比較圓弧的線條來強調肌肉的機械感 這樣子的設計呢 也給了鋼彈一些新的形象 另外一個很有名的設計還有這個 鋼彈創鬥者裡面的熊鴨鎬 大家千萬別覺得區區一隻熊而已 這隻熊呢 可是在魔改界還有少女界 非常受歡迎的一隻機體啊 而海老川老師也有出一本機體設定機 裡面收錄了各式NG還有他的一些設定發想 我認為他的設計理念一直很像 肩胛利落的斜線 大小腿的對比比例 還帶著一點圓弧線條 讀書一格的設計風格 也讓他在鋼彈機械設計上展露頭角 那再來就要進入到我們的第二位 角木罩老師 由於他本人說過他的名字並不是角木罩 而是Katoki Hajime 所以以下稱呼都會直接叫做Katoki老師 出生於1963年是在日本動畫 以及電玩領域非常活躍的一位機械設計師 我第一次認識他是在眾多的合繪中 看到了大大的Virka 而看到這些字對某些人來說可能是水貼地獄 又或是分件細緻 細節真實 通常我們在看到 雙腳打開與肩同寬立足於大地 雙肘圍曲手握拳抬頭挺胸 就知道這是Katoki老師兼修過或是設計的作品 擁有濃厚的機械工業設計背景的Katoki老師 對於變形結構以及線條掌控非常得宜 他的理念是只要畫得出平面來 就一定做得出立體來 一開始Katoki老師是在Model Grand Prix 一份月刊模型雜誌中連載發表了自己的作品 複雜的機械構造 簡單的分色 這樣的設計在當時的確造成一股轟動 一樣的出缸經由不同人的手畫出來 所呈現的感覺就是不一樣 風格俐落 身形略為薛瘦 基本上每年的MG卡板 都常常會是萬代銷售排行榜上的前幾名商品 最後一位來到我們的鋼彈之父 大和元邦男老師 出生於1947年 是日本史上的第一位機械設計師 在1970-80年代的機器人動畫機械設定 舉凡科學小飛俠 無敵鋼人太坦3 魔洞王等等 都有大和元老師的設計 大和元老師的作品帶著一種鮮明的色彩 機體的線條也比較方正 雖然並不是本科系出身 但也應有著平面設計系的基礎 還有一顆喜歡自己動手做的心 那時候的業界能把自己的設計 作為具體的東西僅有大和元老師一位 我非常喜歡大和元老師 在一次專訪中所提到的 好的機械設計師要做到什麼 他在裡面回答機械設計師有分兩種 一是喜歡畫畫的 二是喜歡機械的 前者畫出來的都很漂亮 但實際做成玩具的時候 可能就沒有辦法這麼漂亮 通常只有正面很美 其他角度就不好看 大和元老師身為第二種喜歡機械的 平常就喜歡試作自己的作品 這也就奠定了他與別人不一樣的基礎 我尤其喜歡老師早期設計的吉翁機體 老師在專訪說 由於那時候大家比較在意鋼彈那方的設計 所以吉翁的機體變成是老師的設計發想池 管線外露的薩克也是在那時候蹦出來的想法 雖然有些鋼普拉迷 並不喜歡老師這樣子印線條的設計 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大和元老師這些年來的付出 對我來說沒有誰設計的最好最帥 只有自己的理念能不能被傳達出去 而我認為這三位機械設計師 都有好好的把理念傳播給大家 而現在也有非常多的機械設計師了 每個人欣賞的觀點都不一樣 我或許沒有在這支影片提到你喜歡的設計師或是機體 但非常歡迎你在底下跟我們討論 好的以上就是這次的蠟雞包包特別篇 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還有追蹤我們的IG 我們下次見啦 昨天玩動物之聲玩到了12點 因為我身邊想說今天要拍攝的時候 我一定要趕快睡覺 累 發了一會兒 我們下次見